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心 我一定会亲手抓住反思儿 那边 这是你爷爷以前用过的办公室 要不进来看看 进来吧 这是钱教授用过的桌子 我能看他吗 可以 电脑放的时间太长了 口碼都坏了 是太久了 连寻他的人都不在了 杜伍斯人 的确是让人有些伤感 杜伟 杜伟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解释清楚 高五的手机上 之所以有我的手闻 那是因为他和我住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 这你不用担心 我又没怀疑你 那好 那我坚决要求抓捕范三 不行 为什么 已经有人负责了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跟这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现在已经不是交警了 张扬 张扬 你冷静点 杜队不让你去 也是害怕你出现危险 昨天晚上事 你还没吸取教训吗 不 听我说 你现在的抓捕经验不足 我经验怎么不足 范三还认识你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 服从命令 骞泽 走吧 快下班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想一个人静静 这是钥匙 如果你想钱教授了 随时可以过来 来 谢谢 谢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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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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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一个人喝酒闷不闷呢 跟我妈陪你喝喝 走吧 走开 陈总 张燕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了 我听说你到大龙公司去上班了 我 我只是兼职 在帮他们做一项目 好 张元龙这个人我觉得 嗯 其实 他心挺细的 天多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大龙公司绝对是个是非之地 你干嘛往那儿跑 这个 你别担心了 我心里有数 哎 你这儿去哪儿啊 回家呗 我还能去哪儿啊 那我送送你 不用了 每两步都到家了 而且我顺便还想逛我商店什么的 你去忙吧 行 天黑了 注意安全 再见 好 行 我知道了 哎呀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就别闲持萝卜胆操心了 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我这儿有正事呢 说到哪儿了 嗯 是这样 范三儿这个人行踪比较诡秘 他可能对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警惕性非常的高 以至于我们又一次地失去了目标 现在我们经过查找 还是没能发现范三儿的踪迹 您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范三儿不是吸毒吗 说你这条线往下捋呀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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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单 小姐你好 一共是2380 马上吧台买单好吧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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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找了 拜拜 来 走吧 走吧 刚回去玩了吧 放开我 放手 放开我 干吗呢 放开我 你谁呀 干吗呀 警察 谁 站住 我一旦 小姐 余晓良 怎么是你呢 不是 这么晚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了 我不回去 我还没玩够呢 我不回去 好了 已经够晚的了 我送你回去 我没有家 好了 别吐气 我送你回去好吗 走了 小心脚下 别拉着我 你是谁呀 你别拉着我 好了 你别闹了好吧 你喝多了 起来 你会摔着了 听话好吗 你喝多了 别拉着我 别拉着我 我不回去 我还没玩够呢 我不回去 摔着了 可总 余总 余总好像喝多了 他跟赵敖在一起的 对 好 我马上就来 好 马上走 你 你这干嘛这么晚了 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家了 我送你回家好吗 什么这你别碰我 你们拿什么一个好东西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好了别闹了行吗 你该回家了 别拉着我 你要相信我 我是警察知道吗 我也是警察 听话来吧 来 孙梁 孙梁 他这是怎么了 他喝醉了 孙梁 你是谁啊 我是张元龙 你不是张元龙 张元龙是个骗子 你不是张元龙 张元龙现在跟骞宝在一起 你鬼混 不是张元龙 你不是张元龙 张元龙跟骞宝在一起 鬼混 你不是张元龙 张元龙是个骗子 张元龙是个骗子 张元龙是骗子 张元龙是骗子 张元龙全都鬼混 男人是骗子 男人是骗子 骗子 你不是张元龙是骗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给我听着 他今天喝酒的事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以后给我盯紧点 杜队 二号位置报告说 赵要出现在于大龙别墅附近 问是不是咱队里部署的 简直胡来 打电话 让他回来 是 我回来了 是谁派你去盯张岩龙的 我没有 今天纯粹是个偶然 是我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无意间碰到张岩龙的未婚妻 她喝醉了 所以我担心 你还有理了你 杜队 我承认 我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盯过张岩龙的手 那是因为我一直怀疑 她是个凶手 但是苦于我一直没有找到 一手的证据和材料 在于大龙死以后 我甚至打算放弃了 但是最新我又发现 张岩龙身上的疑点 真是太多了 第一 她现在和她的未婚妻 情感出现了问题 而在这个时候 钱教授的孙女 钱朵恰恰 又在她的公司任职 连美国回来的 尹珊珊都往她那跑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担心他们中间 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你还懂不懂记忆 你是个刑警了 是侦察员 要知道隐蔽自己 懂吗 杜队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认为 在几个案子 都情况不明的前提下 我们有必要对张岩龙 和他的公司进行 突然的袭击 问讯张岩龙 搜查他的公司 我相信一定会有 收获和发现的 各种可能在我心里 过了一百遍了 贸然行动 带来的执警后果 就是打草惊蛇 我警告你啊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私事行动 是 说 喂 杜队 大龙公司 大龙公司进去两个蒙面人 如何处置 指示 知道什么人吗 不知道 身份不明 暗中观察 注意隐蔽 是 好 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快这边 这边 这边 喂 杜盾 两个蒙命人要跑 盯住他 在不报了我们位置的警空架实时抓捕 是 抓人 快 快点抓住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接着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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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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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跑啊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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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盾 对 那两个人已经抓到了 大龙公司已经报警了 接警政员马上就到 那咱们又不用跟他通报一声 那我们还进现场吗 你进入现场以后啊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警察身份 免得引起对方警觉 对 我马上向局长汇报 好 好 站住 站 不知道什么人 帮我随起来的 主公公司 主公公司 大龙公司一保安被打伤 请示外出护车赶往救援 所以多队 我个人认为真的有必要 对大龙公司采取措施 你想一想 近一段时间以来 大龙公司出现的问题太多了 而且今天又突然冒出两个蒙面人来 你不觉得大龙公司的疑点真的太多了吗 多队 大龙公司的案发现场 除了一个保安受伤以外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两个蒙面人的作案动机 现在还不清楚呢 人呢 带回来了 走 杜队 我干什么 跟我去问讯 是 是 什么 什么人进去了 报警没有啊 警察已经来了 你马上过来一下吧 约翟准 他也在家 我也不放心 那要不我替你照顾他吧 那好 谢谢啊 好 姓名 袁爷 谁 没工作 你们一切闯大龙公司干过去了 文句话呢 我们老大让我去的 你们老大是谁啊 我们也不知道真名 平时都叫他虎哥 你们夜闯大龙公司干什么去了 虎哥说这大龙公司有一个藏宝的地方 还有人给他画了一张图 图呢 在虎哥那 既然你们是去盗宝 那知道盗什么吗 不知道 虎哥说这公司平时三斤太少 大公司全是用支票交易 他还说这公司老板的父母曾经是 是卖股丸的 说密室里肯定有不少宝贝 那你知道密室在哪吗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找呢吗 那破警报就下了 警察同志 我是张元龙 是这个公司总经理 你好 请你来主要是让你看看现场还有什么疑点和问题 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好 来 请吧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你可以什么说都不用想 别人说什么都不在乎 一切都变得无所谓 你啊 现在是老总了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我不想当什么老总 我从来都不想 请说傻话 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 你啊 守着财富都不知道珍惜 可是 守着这些东西特别的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干净 照你这么说 这世界上没有干净的东西了 我不想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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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累了 小梁 你这时候往后退 你可就什么都不是了 你腰腰牙坚持住 你就赢了 我对张元龙已经彻底的失望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 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留恋 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些对入空门 消化维尼的人 只有走到那一步 起码自己心里是干净的 小梁啊 你可别瞎想 你现在还是依赖性太重 等有一天 你真的能够掌控局面了 就会变得游刃有余 到时候 所有的重心都会倾向你 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向你 那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是你就行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脑子里 全部都是我跟张元龙 刚刚在一起那些美好的画面 那个时候 他会去江里忙几条小鱼 回来跟我炖鱼汤 还有这个水晶球 他虽然不值几个钱 但是他是我生命里 最宝贵 最美好的礼物 那个时候 他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可是现在 我真的不想让他透进别的女人的怀抱 我希望他的目光 可以运用天亮的我的身上 小梁啊 可能有些东西你还体会不到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 美好的爱情都存在故事里 和男人相处 不是看他怎么跟你说的 关键是看他心里又没有你 像张元龙这样的男人 你就必须要在权力上控制他 否则他会离你越来越远 文秘书 那个钱多比我优秀吗 老实说 他比你成熟 比你有心情 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紧紧抓住公司的权力不放 你知道吗 我刚才在家 接着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了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陈董 陈董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那我有事 你双双来信了 他希望你们能提供一下资料 我已经把他的邮件转发给你了 好 不过我现在公司 公司来两个蒙面人 我把这事处理完了 马上回家查收一下 带徒带你们公司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公安部门正在处理呢 那我不打扰你了 明天见面再说 好 明天见 这王虎除了涉嫌贩毒 他和大龙公司也有瓜葛 这几天大龙公司成了焦点 王虎袭击保安夜闯大龙公司 我觉得他一个做文物的人 不至于为了那点钱 冒这么大风险吧 会不会大龙公司 有更有价值的东西 是的 那就应该立刻抓捕王虎 我已经派人控制那个地方了 对了 都对 如果饭三贩毒吸毒 那我觉得对饭三的抓捕 也是一早不一迟 抓人容易 要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你到刑警队时间不长 能吃苦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你遵守纪律不够 总想胆打毒斗这不行 你的身份一暴露 就会破坏我们好不容易 建起来的这张网 是 都对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注意 那个破瓶子长个好嘴 嗯 江总 好 文秘书 张总呢 张总在开会呢 说一点安全问题 昨天晚上公司出了点事 对啊 我听说了 我正想问呢 怎么回事啊 钱小姐 是余总让我来请您的 她在办公室等您呢 好 请 走吧 余总 余总 坐吧 昨天你代表ERP公司提到的材料 包括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 人员配务 年浅记录 全部都刻在这张光盘上了 好 我马上就发 钱小姐 感谢你对促成合作这么上心 不客气 我呢 特别钦佩钱小姐的干脸 对了 我跟张总商量过了 一向合作的事情主要由我负责 毕竟女人与女人之间便于沟通 我知道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了 余总 再见 杰董 杰董 刚才完美日说你在开会 刚开完 文件拿到了 拿到了 马上就发 这次合作 你多费心了 如果在工作当中 于晓良说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 让你不高兴不开心的事 别往心里去 别跟他计较 可以跟我说 我会的 对了 昨天晚上的事 接过了吗 树大招风 警察正在调查 我想恐怕是 入室抢劫 安全上的事 真的不能疏忽 你也要注意安全 我会的 谢谢 张元龙 我马上过来 我先走了 再见 好 再见 什么事 你和钱朵一日不见 真的是如隔三秋啊 你 你怎么又来了你 自从钱朵这个女人 到了公司以后 合作没搞成 邪事倒是出了不少 你太过分了吧 忠言逆耳 昨天晚上公司遭抢 难道不值得你深思吗 钱朵来了公司以后 左侨向右看看 根本就不想搞合作 倒是像一个警察 你呢 是一个聪明人 受着我一个女人还不够 至于让你魂不守舍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不听我的话 将来吃亏的是你 谢谢提醒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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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搁几个出来玩 没想到 钱不够就起了邪心了 这事儿完蛋了 你绕不绕 我告诉你 袁野和马浩天都已经招了 我们这是给你机会 你觉得死扛有意义吗 什么袁野马浩天 这两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还演戏是吧 那怎么着 让他俩过来 你们相互指认一下 我再问你一次 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 你支持的 王谷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认罪态度好 定刑的时候是可以从轻的 你要知道你们抢的是大龙公司 这个公司的钱老总 于大龙的命案还没有结案 我们怀疑他的死 是连环凶伤案中的一起 如果你们仅仅是抢劫 你就如实招了 如果你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 那后果你就自己负责 我劝你还是放聪明的 你自己仔细想一想 把你以前所有的案例加起来 能跟连环凶伤案比吗 干吗 想自己扯进来啊 我告诉你 你以后后悔你都来不及 知道吗 我现在正式问你 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你支持的 是 为什么要安排抢大龙公司 我听了一个人的话 什么人 一个叫范三的人 他跟你说什么 他跟我说大龙公司里有秘密 什么秘密 说大龙公司有个密室 里面有很多值钱的文物 你和范三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见的面 就是前天的晚上 在一个废旧工厂里 他为什么要你们去抢 也不是他要我们去抢 他只是说自己欠了债 想找个地方躲躲 求我给他帮忙 他也是为了讨好我 所以就告诉我大龙公司的秘密 说里面有很多值钱的文物 很容易得手 得手后 对方也不敢报案 因为私藏文物 贩卖文物也是犯法 没想到 我再在他的话上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 原野马浩天都能证明 知道范三在哪吗 不知道 只是说得手后 第二天在老地方见 具体时间 真的没说定 只是说傍晚 我也没把范三当回事 这不这事情弄砸了 这小子相当的聪明 肯定不会露面了 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了吗 没了 然后在国公上先坐 太爷子 如果跟你说的一样 开盘就有了 你有点跟不上趟啊 我一直在努力 李总 这是您让我给张总办的保险 人身意外伤害险 交费交到六十岁以后就可以了 具体细节呢 上面写得很清楚 一次性复清还是什么方式 都可以 你最近 可是没有提供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张总最近 不是天天都跟您在一起吗 走 唷 倪总 那我先回去 余总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我总觉得这个叫 王毅的男人 成天鬼鬼祟祟的 他没事 既往张元龙那儿逃 文秘书 你多心了 这个男人我托底 她找张元龙 主要是办保险的事 你去通知王涛赵刚 让到费旧工厂摸摸路 探探周边的情况 我这就去安排 钱小姐 快进来 快进来 路队长 你找我 我没影响你们说正事的 没有 没有 请坐 我找你来 就想了解一下 听说 你跟大陆公司展开合作了 这个你都知道了 周队 我先去了 其实我找你 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殊事情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进大陆公司 到底是什么想法 是这样的 我爷爷之前 在大陆公司工作过 我觉得这里面有 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我想进入其中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最起码我要了解一下 我爷爷在大陆公司的 工作过程 合作关系 要不然这一段 在我爷爷历史中 就成为一段空白 我要是不追问 可能就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你考虑没考虑过 这其中会有危险呢 什么事情会没有代价呢 我会小心的 另外 我可以保证 我不会妨碍警方的行动 如果有什么危险 或者发现什么新的情况 一定和我们联系 我会的 不管是什么 我叫你 像老阵一样 我像老阵一样 明确 也没有 像老阵一样 哪 我不是 我 这 是 那時候可以是一種衝動 可以有一種說不出的灑脫 可現在真正到了刑警隊 置身其中 才發現刑警工作真是挺難的 所以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 你過去是舉重若輕 現在是舉輕若重 你知道跑頂緊的了故事吧 那我當然知道 小學課本裡就讀過 你精力多了 自然就游刃有餘了 也許吧 祝你順利 也祝你順利 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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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苏队 做回来了 都看了 怎么样 有包吗 这个地方倒是便于隐蔽 主要通道如果是控制好的话 应该有十分的把握 就怕它不来呀 有什么差距 可怕 对不对 咱就提前做好王虎工作 就让他在明处 招摇点 范丝儿他不会起义心的 对对对 我觉得有道理 对不对 那这次任务我可以参加了吧 不行 你在家留守 对不对 我到时候我可以躲在暗处吗 一丝一毫的不慎 都会给咱们的行动带来影响 我觉得你不信任我 你先给我学会服从 是 好 好大 几点了 怎么还没来呢 好大 几点了 几点了 兄弟 辛苦了 好大 几点了 老板叫大家回去吃饭 明白 走走 你们三个 上车 好大 几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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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不辛苦没你辛苦 昨天晚上冻死我了 我们仨窝了一宿 一个鬼也没见着 要么就是王虎蒙咱们的 要么就是范三 肯定得到消息了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再等等 杜队是怕王虎在出什么问题 出什么问题啊 我跟你们说什么都是胡云 那范三迟早是咱们盆里的菜 老婆孩子都在本市待着 他能跑月球上去 这恐怕不行吧 不是局里说要是春节前结案吗 你这有点像结案 局长口气啊 像吗 起早了衣服穿错了 我衣服落局长办公 杜队 杜队杜队 杜队杜队 杜队 杜队挺好了啊 范三的事不能放松 除了那个个个可疑点不控之外 范三家附近那个点不能撤 好 这这 那个对对 那什么你看我都涂了好几天的地 是不是给我安排点任务啊 最近表现确实不错 不错 跪在坚持 不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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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